大家好,我是一名新疆的社区工作者 这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蓬佩奥说 新疆的威吾尔族人民受到压迫 我认为他是尊慧我们美丽和谐的新疆 是一个恶意的谎言 在我们单位1%的工作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们和汉族同时一起学习,一起工作 过年过节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 一起唱歌,一起跳舞 在我们社区里,各民族都居住在一个小区内 有很多汉族同胞与我们威吾尔族同胞做邻居 他们之间相互帮助 今天这家帮忙买米面油 明天那家把左号的电信送给那家 仿佛是一家人 我觉得蓬佩奥应该闭嘴了 不要地回我们的家园了